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个高整库类型Vector 今天我们主要会介绍一下Vector类型的一些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它 Vector是定义在C2加高整模板库中的 它是一个多功能能够操作多种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模板类 模板类我们后面会介绍 我们会介绍如何创建自己的模板类 这里大家知道如何使用就可以了 Vector是一个容器 它能够像容器一样存放各种类型的类型 我们可以把Vector看成一个可以存放任意类型的动态数值 能够动态的增加和删除元素 可以完全替代静元风格的这种动态数值 同时由于Vector会自动的管理内存 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内存的增长和释放 还因此机会上的安全性 可是也很便捷 大家在使用Vector的时候 注意要包含Vector的口纹键 另外Vector是在Std这个密集空间中的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如何定义和初始化Vector对象 定义和初始化Vector对象有几种方式 下面我们来一次来介绍一下 因为Vector是一个类模板 大家在定义的时候一定要告诉Vector 你想要产生各种类型的容器 在定义一个对象的时候 前面是一个Vector 后面是一对监控号 监控号里面的类型就是你要定义的这个容器的类型 后面的对象名称是跟 变量的命名规则是一样的 也是字母或下滑线开始的字母就是下滑线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定义的方式 这个T是可以是指针、RNT、自定义的一些类 但是不能是引用 这要注意一下 第一种方式是直接定义一个对象 后面没有任何参数 这种方式定义的这个对象是一个空的容器 它内部是不包含任何的元素的 第二种方式后面跟着一个括号 括号里就跟着一个其他的对象 这个时候VR就是V1的副本 因为V1是空的 这个时候VR也是空的 使用这种方式 一定要注意V1跟VR的元素的类型都是一样的 如果V1是NT类型的话 那么VR也必须是NT类型的 如果说两个类型不匹配的话 那是编译不过的 第三种方式 是使用负值运算符进行的对象拷贝 这是跟第二种方式的结果是一样的 第三种是将V3初始化成有N个元素 每个元素的值都是Value 也比较简单 最后一种方法 表示V4有N个对象 这N个对象 初始化初始值根据类型的不同 如果是NT类型的话 处置值是0 如果是新类型的 每个对象的处置就是空的公串 下面 我们来通过代码看一下 我们怎样去进行和初始化Vector对象 首先大家要记得 要包含Vector的文件 我们包含一下 不要忘记Namespace FTD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每次都在Vector前面 看下FTD了 我们来看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我们定义一个IMG类型的 这个容器名叫V1 这个时候的V1是一个空的容器 是没有任何的元素的 我们再来定义一个V2 我们使用V1来初始化它 这个时候的V2也是空的 因为V1是空的 第三种方式 定义一个V3 使用复制因算符 让V复制给它 这个时候V3也是V的复本 也是空的 第四种方式 我们定义一个V4 然后将它处置化为 只有10个元素 每个元素的值值100 就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我们定义一个V5 它是NT类型的 然后它具有100个元素 因为它是NT类型的 所以说它的每个值都是0 除了是NT类型的话 我们也可以定义 使征类型的 就是V6 大家要记得在使用使征的时候 要包含使征的口文件 所以大家也没有忘记 内部是没有任何不算的 处置化Vector对象 我们已经介绍完了 那么我们下面介绍 如何向Vector中添加元素 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过了 向Vector中添加元素 可以使用Vector的方法 叫PushBack方法 PushBack的顾名思义 就是说向这个容器的末尾 添加的 V6是新类型的 我们可以给它Push一个Hello Tour 我们再PushBack进V5 因为V5是NT类型的 我们可以PushBack一个50 因为V5原来已经具有100个元素了 它们都是0 我们再PushBack一个50的话 那么第100个元素 那就是50了 位于容器的尾部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如何从Vector中删除元素 删除元素呢 我们可以使用它的一个方法 叫做PubBack 后面是自己Pub 就是弹出的意思 就从后面弹出一个元素 最后面 我们来对V4进行操作 我们使用PubBack 这个时候呢 V4的最后一个元素 前面定义了V4 是只有10个元素的 每个元素都是100 那么我们弹出的最后一个 那么它还有9个元素 我们在介绍Vector的时候 也说过 下标的预算符V4进行 访问 我们可以使用V4 2 表示我们取得V4的第二个元素 要记得 圆度位置 气质位置是0 V4是NT类型的 我们使用一个值来接收一下 下标是0到3-1 大家要记得不要越界 另外一种方法呢 是使用H成员参数 它的参数呢 是你要访问的 这个元素的位置 跟这种下标应用来做参数 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使用2 它的范围也是0-1 Ad的方法呢 你下标应用算符要安全一些 如果说你业界的话 它会返回一些错误的 另外Vector也提供另外一些方法 可以返回它最前面的一个元素 比如14的Brown方法 最后它会返回它最前面的一个元素 另外呢 可以有一个back方法 可以返回它最后的一个元素 前面我们在介绍 pullback的时候 会就是说从这个元素的最后面 弹出一个元素 但注意这个pullback是没有返回值的 就是说我们在pullback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知道 这个元素的值的 如果我们想知道被弹出的这个值 我们可以先通过back来取得它的值 然后再pull一下 再把它弹出来 就可以得到这个最后一个元素的值 最后呢 我们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方法 其他方法 比如说size方法呀 可以返回这个vector的元素的个数 m这一方法可以返回它是不是空 返回值是不二类型的 vector也支持一些 一些标准的运算图 比如说我们可以判断两个vector 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1,1,1,2,2 它也支持标准的算数运算图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等等 有支持的 那我们来介绍一个实例 来综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一些内容 这个实例也是一个简单的文明编辑器 但是呢 它跟我们上一次实现的 在介绍Stream的时候 那个变运器是有点不一样的 就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添加了一些功能 我们在输入的时候会显示每一行的行号 以及这一行的一些统计信息 比如说总的数据数啊等等 这个我们通过什么 我们怎么来实现呢 我们也是每一次从键盘获得一行数据 然后将每行数据都添加到一个Stream类型的vector里面 然后在输出的时候呢 就是要便利vector 起出每一行的数据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实现 首先呢 我们定一个Stream对象 用来保存从键盘接收的每一行的一个字符 接着呢 我们再定义一个Stream位置的vector 它用来保存所有的字符 下面呢 是一个while循环 用来循环的从键盘接收数据 我们使用get line 或者每一行 第一个参数是ce 你还记得吗 第二个参数是 Stream对象 我们仍然使用queue 表示我们要推出 unbreak unbreak 下面呢 我们会将每一行的数据cushback到这个V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环比较简单 当线环推出的时候 表示我们已经出出结束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输出一些统计信息 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会输出总的行数 总的字符数 同时在输出每一行的时候 会打印出行号 以及这一行的一个统计信息 那么我们在使用sping的时候会 使用sping的size sping的size的方法 来获得所有的字符数 那这里我们怎么样来获得总的字符数呢 我们可以便利vector中的每一个元素 取得每一行的长度 它们集合所有的字符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电链 nchart 来保存所有的字符数 就是它为0 然后我们便利vector 现在我们再定义一个s 然后将vector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复制给s 这样我们就取得了vector中的每一行的一个字符 接着我们统计一下所有行的长度 从字符数之和 还是这样的主要的分chart 就是所有的字符数之和 总的字符数统计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输出了 我们首先输出的是总的统计信息 比如总行数 total lines 我们输出 看vector的元素个数 这个行数 中间 个数个 我们再输出 total charts 表示总的字符数 nchart 下面我们就输出每一行的字符数 我们要便利vector total total 小于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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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的每一个元素 这里我们直接输入,输入S就可以了 输入完之后,我们还不要忘记每一行统计信息 这里我们输入S.size 就表示每一行的长度 这样在完成之后,所有的数据就收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随便输入几行数据 现在我们输入了5行,我们输入kill 可以看到,跟我们的期望是一样的 前面打印了 总行数的,因为是从0开始的 所以总的4行是对的 总的恰恰是38,可以加一下 也是对的 可以输入每一行的时候 它会在每一行前面输入 7号,每一行的行号 后面输入这一行的过程数 今天内容就是这样 oney10个月13日,也认为了